欢迎您锁定中视新闻 全球报道来关心 台北盆地在5号金阳 刮起了9级狂风夹带暴雨 而且闪电不断 平均每分钟出现200次 宛如是雷神降临 博爱德区甚至是下起了冰雹 导致气温骤降9.6度 是9年来首见 狂风暴雨酿成了灾情 瞬间倾倒的路数砸毁了车辆 而且还压坏学校围墙 以及渡口号指 冰雹伴随着狂风暴雨 噼里啪啦从天而降 牧师范围瞬间一片白茫茫 露宿果实也扛不住大风 被吹到地上滚来滚去 地面积水来不及排出 整条马路变成一条河 急车骑士全副武装 在强风中勉强支撑 巨大风雨宛如台风过季 雨下这么大 吸血都涨起来了 午后超大雷雨 轰隆隆的雷声伴随着 云端的闪电 犹如雷神降临 平均每分钟发生 两百次以上的闪电 一点四十到一点五十分之间 在台北市博爱特区 也降下乒乓 敲打在窗户上 发出清脆的声音 短短七十分钟内 气温暴跌九点六度 造就九年来难得一见的记录 暴雨夹杂着九级狂风 西宁北路一颗高度 约二十公尺的路数 轰得一声倒塌 民众开车开到一半 重彩刹车还是来不及 碰的一声被树砸中 路数也压坏学校围墙 路口耗制更砸破车窗玻璃 还要动用大型吊车 才能离开树干 车主赶来看到惨状 欲哭无泪 就有无奈 才刚停一下 正准备要离开 突如其来的强风豪雨 双北地区出现不少惊险场景 大王爷子树叶插入行驶中 汽车的挡风玻璃 吓坏了女车主 大楼水塔被强风吹落 只有一条电线苦苦支撑 所以明天的午后雷震雨 有可能发展比今天还要剧烈 气象局表示 周末西半部地区可能出现大雷雨 提醒要出门的民众 上午防晒 下午防雨 要特别注意天气变化 避免意外发生 记者台北新北综合报导 不只北部闪电不断 中不午后也是雷雨狂炸 苗栗县泰安乡下午下大雨 大约持续了两个小时 通往温泉区的道路被大水淹过 这黄沉沉的泥水 从山壁上不断地倾泄而下 交通也一度中断 民众形容 整个道路好像被大雨轰炸 车辆根本寸步难行 眼前道路严重积水 黄泥沙涌道路面上 车辆难以通行 一整片滚滚泥沙 道路变成黄河 警车赶到城救援 一旁的山坡大水狂蟹 如同瀑布般 下午两点多 苗里泰安下起大雨 雨是持续两个多钟头 大雨淹没通往温泉区的道路 交通一度中断 由于雨势来得又急又大 当地人形容 好像是被雨炸过一般 整个路都积水 沿水甚至有点点吐湿 所以交通有一度就是中断 不只苗栗 彰化雨势也相当惊人 道路严重淹水 甚至淹过了周边店家 远近拉起封锁线 就怕路过的车辆抛锚 淹水地点位于彰化园林 禁修路上吓坏民众 但下午突如其来的大雨 造成中部地区多处淹水 惊险的画面 令人捏把冷汗 最新消息 喉豆真的入侵台湾 疾管署在今天公布 国内第一例喉豆的个案 是南部一名二十几岁的 本国籍男性 他6月16号搭机从德国返台 20号开始发烧 喉咙痛 肌肉疼痛 而且出了红疹 隔日就医 经过医师裁剪通报 证实他就是感染喉豆 这一名个案目前已经被收治 负押隔离病房 而且匡列了五名接触者 疾管署将会同步通报 世界卫生组织 屏东万卵有民众确诊 到卫生所去看诊 但是医师要求他 把健保卡给丢在地上 好让他们消毒 让确诊者觉得很奇怪 觉得很没有尊严 好像被歧视心里不舒服 因为可以拿个盒子 放进去消毒也好 为什么要丢在地上呢 卫生所澄清 他们说因为觉得 拿着这个酒精 直接喷在病人身上 觉得很没礼貌 才要求他们丢在地上 阿贝站起来 听从卫生所医师指示 把健保卡直接丢地上 接着医师用酒精 在地上直接消毒 再拿进去读卡片资料 消毒方式 却让有些病患 觉得很不舒服 有女病患在脸书 PO文说被狠狠伤了一刻 当时戴两层口罩 携带快筛板 到屏东万卵卫生所 控诉先遇到一名 治狗阿桑 说离他远一点 要保护别人才对 之后换医师出来 大喊哪位看诊阳性 确诊者回 是我 接着医师要求 一手拿快筛板 一手拿健保卡 拍照数十秒 再要求丢到地上 喷酒精消毒 确诊者当下觉得 委屈鼻酸 偷偷掉眼泪 觉得医师可以用盒子装 为什么要丢地上 觉得很没尊严 那放在地上 是因为我在喷嚣过程 不会碰到对方 医师澄清 这是消毒做法 但PO文立刻引发 网友留言炮轰 医者没有医德 傲慢与偏见 很糟糕的单位 身心都受伤 意思解释 这样消毒方便又快速 但做法似乎可以再调整 毕竟身体生病 已经很虚弱 看诊被要求 把健保卡丢地上消毒 难免心里觉得 很不是滋味 记者当初 王书宏评当报道 高雄有家长 在脸书发文表示 他八岁大的儿子 要打莫德纳的第二剂疫苗 但是打完了第二天 竟然出现了心肌炎 紧急搭救护车送一级 就住进了加护病房 家长很心痛 也提出质疑 认为政府规定 两剂的间隔缩短之后 这施打时程 是不是太短 坐在轮椅上 露出开心微笑 终于能离开加护病房 才八岁的小弟弟 施打莫德纳疫苗第二剂后 居然被送进加护病房 因为心肌炎指数过高 爸爸说 就读国小二年级的儿子 六月十七日时打第二剂疫苗 与第一剂疫苗 间隔了三十二天 两天后却出现心肌炎 不良反应 赶紧转院到长根加护病房 爸爸依照规定 间隔四周以上才接种第二剂 却引发心肌炎 怀疑施打时间是不是隔太短了 才会出问题 医师表示确实少数人 施打完疫苗会出现不良反应 疫苗施打间隔时间 究竟怎么取舍让家长困惑 但为了孩子健康 这疫苗打不打真的很为难 记者洪丰人罗彩瑶 高雄报道 嘉义市垂阳国小的操场 竟然出现类似是龙卷风的 陈卷风 当时有球员正在练习 红土操场上开始刮起了陈卷风 小球员刚好在旁边 吓得赶紧跑开 那么气象站表示 陈卷风是晴天地表受热 不平均时形成的小气旋 通常不会造成伤害 但是因为会卷入尘土 因此还是尽量避免靠近 高雄中午高温有33度 但是新兴区竟然突然一下 发生了停电 让631户崩溃痛骂 有够乱来 不少人热道 跑到外面的骑楼乘凉 有人饭煮到一半停电 只好整锅全丢 而办公大楼内 工作人员用扇子扇风 还是热到受不了 也有人车子卡在停车场内 台电表示 是因为电缆发生了故障 因此导致停电两个半小时 电梯大楼电灯不亮 电是全黑 最重要的是冷漆电风扇 通通没有电 跑丢到里头 高雄新兴区停电 民众在室内吹热风 真的快起哭了 煮到一半突然停电饭都没得吃 附近上班工作人员走到外面 用扇子扇风 还是热到受不了 干脆买一包冰棒 跟同事一起消消暑 太热了 消暑一下 只是会担心电脑笔电没电 所以要趁现在赶快存东西 就在24号11点56分 高雄市新兴区 总共造成631户停电 闷热两个半小时后才复电 有民众甚至停车在停车场 被罩篮挡住 工作人员帮忙搬开钻块才脱困 电缆线故障造成停电 又是中午大热天30多度 民众被热到冻被凋 政府想调涨电价 也需要同步提升配电品质 否则恐怕引发迷怨 记者登名王书宏 高雄岛 超商取货就要搞清楚 超商的店名 但是一看之下 这些店名还真有学问 民众在脸书分享说 有一次碰到店家 取名叫做板桥大停电 还有北投火山店 就连台湾大学旁边的超商 都命名叫做学霸店 网友纷纷大赞取名太有才 而港新四大天王 也都编成了超商店名 外面有些大停电 平凡停电的夏天 这家店名让网友称赞 取名太有才了 令人耳朵一见 全台便利商店破万家 有的取名超有梗 网友搜集全台店名 创意琳琅满目 桃园龙台湖穴店 彰化碑斗七星店 台湾大学旁的大安雪霸店 取这名字就 确实蛮迷目张胆的 稍微自信的一点 火山店 不知道 蛮特别的名字很好记吧 东干喂鱼的那个吧 怎么说 因为我没想到他会这样去 网友加码回应 没看到最派的门市 林北店 中奖门市看起来很凶 怎么可以少了 北斗肉园店 超商界最奇葩的 还有这个 香港四大天王 刘德华取名安迪店 张学友学友店 孤富城 富城店 港新黎明 也成了超商名称 所以说他 举这个名字是有什么名字 四大天王一样 一粒五粒 取名大丸创意除了好记 当然就是要心意眼球 增加百克数 记者综合报导 全台一连好几天 用电量飙升 大家都在关心 因为下个礼拜一 就知道到底电价涨不涨 经济部电价费率审议会 下周一登场传出 有可能是工业用户调涨 百分之八到十 那么这也是首度突破了 百分之三天花板的上限 但企业大佬喊话 一口气涨八%根本吃不消 而电价调涨恐怕也对通膨雪上加霜 有学者预估这消费者物价指数 恐怕会冲破百分之四 全台用电量飙高 七月电价hold不住 恐怕跟着调涨 传出台电提案当中 涨幅最少的版本 平均也要涨百分之五 工业大户则调高八到十% 打破线涨三%的天花板上限 工商大佬鸡跳脚 陈业界说 电价一口气涨太多 对企业冲击大 消息会也反对调涨民生用电 抛红这电价政策根本截贫计负 应该优先调工业用电 根据资料 五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3.39% 创十年来新高 电价若调涨 CPI恐怕冲破百分之四 各产业生产成本上扬 带动外食费上涨 剩下百姓哭哈哈 努力活下去 供电稳定 在涨电价 大家心里比较容易接受 百姓更关心的是 未来多付高额电费 政府就能保证一定有电可用 不断点码 工电五余 我们会谨慎的来调度 今年夏天 台电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大关保证不缺电 喊得大声 但看到近期 从台北到高雄 小停电不断 蓝军炮红错误的能源政策 才让全台陷入猛烟 去年高达一个小时 情况越来越严重 政府还在宣称 工电稳定 政府狂挂保证不缺电 但全台莫名其妙分别停电 百姓只想知道多缴电费 到底能不能够换来 别载大停电 记者资本报道 传出民进党 7月就要征召指挥官 陈时中参选台北市长 就有人爆料说 陈时中他私下曾经比喻说 选举就像火车 如果来得及就会搭 那么今天他被问到 会不会选市长 陈时中没有正面回应 反倒说现在搭高铁的比较多 但台北市长柯文哲开轰说 疫情还在高原期 死亡案例居高不下 防疫任务根本还没结束 陈时中如果真的要选 那防疫指挥官该谁来当 陈时中确诊后 首度回归防疫记者会 近期外界疯传 陈时中7月初将获得征召参选台北市长 更有爆料称 陈时中私下曾说 选举就像是搭火车 来得及就会搭上去 而这般首都支站列车 陈时中到底赶不赶得及 不要回答这些问题 而且现在大部分都是 火车其实现在不多 现在都是高铁什么就加多 现在都是高铁什么就加多 难道是嫌火车速度太慢 有高铁大家可以超速参选吗 台北市长柯文哲炮轰 疫情还在烧 还没搞好就别想跑 如果陈时中要下一选 我第一个要问的是 到底那个防疫指挥中心 是谁要来接 这个要先搞清楚 看那个每天死亡人数 也没有少一百 还是都一百多 也还有那个六个月到五岁要打疫苗 今天在讨论说到底要怎么打 防疫虽然接近伪生 但是后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处理 现在的疫情还在高原期 而且死亡人数 每天都超过上百名 那他这样子的离开 就会变成是落跑的指挥官 那看起来他比较着重 个人的政治利益 高于人民健康的利益 蓝俊炮软 陈时中心里只有选举 名嘴跟讽刺陈时中 干脆辞一辞去搞选举 陈时中这个大人物 火车的schedule是按照陈时中的行程排定 所以火车永远都会等他不用赶 他在防疫指挥中心 这两年多来已经害死了多少人 一无见数 每天只会讲这些五四三的东西 所以我认为既然他已经无心 在做防疫指挥官了 赶快去选举 对他对整个中华民国都好 选不选市长陈时中 依然没有给答案 但外界更关心的恐怕还是指挥官 有没有新防疫才是当务之急 这条黄明军说过好 SNG小组台北报道 迎接暑假 新竹县政府推出了12条践行步道 为了增加童趣 还用动物的名字来为这个践行步道命名 这12条路线 南瓜了新竹县的山河之美 还能够认识客家文化 新竹县长杨文科 为大家开箱县内12条践行步道 请来艺人林彦均担任代言人 在暑假前抢先推出 我们新竹县的一些客家文化 跟过去的一些历史的姻缘 以及我们的山河之美 都可以在这一次冬山活动里面 可以让大家领略到 新竹县吉祥物皮皮师登场 邀大家上山寻找好朋友 用动物的概念增加践行的乐趣 每一条步道大约40分到一个小时 走完一条就能几张 县府也设计APP让民众按图锁记 手机有践行笔记APP 你就可以按照这样的一个 里面的记载的路线跟地图 来走这12条五道 走了6条的话 我们会给你有抽奖的机会 提供12条路线攻略 一场美食伴手礼吸收分多金 县府推广深度旅游 让民众远离城销 感受新竹县的山林之美 记者黄天耀新竹报道 电子大厂加码投资高雄 透过市府专案补助 进驻雅湾区 设立高雄人工智慧研发中心 在产业群聚效应的带动下 加速高雄产业升级转型 人工智慧研发中心启用 这是在高雄深耕十年的 触控IC设计大厂 宣布加入雅湾区 象征高雄的IC设计产业 更上一层楼 电子大厂通过高雄市府专案 补助进驻雅湾区 成立人工智慧研发中心 也是高雄迈向智慧城市 非常重要的一块拼图 是否向厂商招手 希望透过群聚效应下 加速AI技术的研发 有助高雄产业升级转型 创造双赢 记者高雄送不道